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带着游客上山边缓边诊室 那这次主要会去的那个部落别大概有四到五个部落 分别是我们的三叉坑 然后我们的双旗部落 我们的达官部落跟我们的桃山部落 然后外加我们的原住民综合服务中心 然后它其实一连串都是针对我们泰雅族的一个特色来去做一个设计 这个是我们泰雅族的传统编织 这个纹路是我们男生的额头上面的 然后像这个的话是我们女生的纹面的 就是竹林的眼睛 你如果把它这样子弄的话 就可以看得到是女生那个竹林的眼睛在保护 他们那一天来的话就是我们就是让他们体验编织 然后我们让他们会了解说 我们编织是一针一针这样子秀的还蛮辛苦的 一次就能够踏访四大泰雅部落 还能够探访赛德克巴勒电影场景 进入全台湾最大的山苏林 平常道地的风味餐等行程 而在记者会上副市长徐忠雄一边宣传 还带来满团的好消息 而市府也打算要趁神追击 加骂出团的提示 你从认识他然后尽量了解他 然后你才会欣赏他 那像这样一个动态的一个活动啊 我觉得办得非常好 我觉得非常棒 越多人报名越破表越多 我们增加越多 因为只要市民觉得你想要认识他 我们一定提供这样的服务 加油 还没有正式出团 就先传出满团的好成绩 朝乎市府预期 不过活动报名 场在记者会前开跑 又大动作地召开记者会 民众看到却跟不上 不免让人感到 记者会失去宣传的目的变了掉 这就你讲话台中采访不到